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希望它塑造成台湾的一个新的文化 新的一个生活style的方式 而且我们希望透过我们台湾对自行车的重视 而后呢像很多人现在看到BMW想到二话不说 想到的是德国 我们希望而后看到这个自行车想到的是台湾 想要骑脚踏车就是骑自行车就是要到台湾的 这样的品牌的形象 我们共同努力 我们这十年下来 在交通部的自行车主导条组里面 我们不断的改断台湾的汽车环境之外呢 其实基金会在区域俄罗摩擦部分 我们从刚开始的九天环法 大部分都是男生在报 然后呢到了第六届由我领航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去变化它 先是呢我把E-bike加进来 然后先骑台三县北断 后来呢隔年又再把南半断加进来 就变成台三县吃到饱 我今年就发痕 我就跟曾经的总部长说 来跟我去骑车 我不会叫你环岛 九天太辛苦了 我们就骑一拜本 然后呢去爬山 银行骑士 最勇气是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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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岛的那个环岛的这个自行车艇 我已经听很多年了 但是一直没有勇气去参加 那这个整个过程我觉得也非常贴心 因为每天的体力都刚好榨干到最后一滴 完全都有操到 这个行程给我最大的体验跟感动就是 原来我们在体验跟服务上 也其实可以做到非常的国际水准 这个旅程的每一个点滴 包括很到细心的补迹 到话在路程的安排 还有每一个零行 在照顾我们的这个细节 所以台湾其实应该可以用体验 跟服务赢得全世界的心 每天都很高兴 在外面的美丽的气候里面 我们吃得非常好 我也很感激 那些东西都很坚持 很坚持 很坚持 当我们休息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衣服 在旁边 只要去哪里 我们不必须在任何事 所以我们很坚持 我们很坚持 全国外的朋友 从外面 下一次你来到台湾 你必须加入这个旅程 很棒 我爱台湾 谢谢 谢谢 虽然都是不认识的人 可是我觉得 骑单车这件事情 是一个很有趣的 它自然而然 我们从一开始不认识 然后在骑车的过程中 你可能会前面有伙伴 后面有伙伴 你就会跟他比较熟 然后接下来吃饭的时候 你也会认识一些新的人 所以我会觉得每一天每一天 这个团 就是这个 这跟伙伴们之间的关系 会越来越密切 这是我觉得这个团队 很特别的地方 可是后来 后来还是觉得 那就是专注在眼前 一步一步一步慢慢起 其实就可以接触了 这也是我觉得 这跟人生很有很像 就是说有些时候 也许一开始你觉得 可能稍微落后了 并不代表你永远都会落后 其实只要很专注的 往前走 其实还是 还是 就可以拉得很近 而且 最后大家都到达目的地 以不同的方式而已 我们在哪里 南南西部 做什么 西海城 我觉得 过去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 在我的人生世界里面 因为其实工作占了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这样的一个自行车的车队的感觉 其实让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我过去没有参加过 所以其实你就会一直不但 在骑乘的过程当中 你会看到有人就 譬如说前面有车前面有车 会一直提醒后面的人 那后面的有什么 其实也会告诉前面 我觉得这个变成是一个团队 那其实我们也很希望能够透过类似这样的活动 或者扩大这样子的活动 能够让更多 不管是台湾的人 或者是全世界好了 大家这个都是公民嘛 大家都可以理解到说 其实绿能已经不再只是部分人的事情 而是我们所有人的事情 其实经营着很开心 那如果电力辅助 会让你更能够加成这个效果 然后呢更能够让你去看到 去轻松的体会更多不同的风景 跟不同的经验 跟着时代的脚步往前走 我觉得这是我一个最大的领图 我真的想要一个挑战 我真的想要一个挑战 我真的想要一些挑战 我真的想要做一些不同的奥党 但我已经喜欢在城市 所以我已经喜欢在城市 所以我提醒了我的朋友 我认为拥有的是一个称难的选择 它是最好的选择 它是最好的选择 有些营业的地图 我从前往没有见到 你是最好的选择 我真的非常兴奋 是因为我印象来的 这好选择 因为 COVID已经开始了 我需要和台湾 并不要乱动 很关键 而且有种对ibt 风ε一些露烈 这很好 让我们喜欢过去 我十八歲的時候就曾經走過花東 那一段給我的回憶非常的深刻 所以在兒子高中畢業十八歲那一年 他有一天跟我說他想要騎腳踏車換道 我舉雙手贊成 當初因為年輕所以都是沒有想太多 就是直接就出發了這樣子 這份是一個家庭凝聚力的一個很重要的 我覺得是很珍惜的一個回憶 在我快要年老的時候 體力衰退的時候 我覺得是一個很值得去珍藏的一個紀念 好這次呢是我的第六次環島 那這次選擇四級點是因為我之前已經騎五趟了嘛 那四級點其實跟其他的路線都完全不一樣 可以去追台灣的極東極南極西極北 因為還不能出國嘛 然後所以就在島內這樣子緩一緩 可以從冬天經歷到陽光 然後再回到冬天 覺得台灣真的是一個寶島 騎完就是騎完單車環島之後 發現我體力變得更好了 而且很開心 在九天內跟不同的團員相處 然後人跟人之間的感情也是會變得更好 我覺得女生雖然說 好像戶外活動單車是比較少的 但是其實我自己發現啦 不用那麼害怕去嘗試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你做完之後 你會對自己更有信心 然後整個過程下來 其實會變得更有自信 因為沒錯 Growth 吉普 Yeah 今天第一天 第四天 我們在哪裏 二 好耶 知道單車環島這件事情其實已經是三四年前 因為我爸爸跟我弟他們都有環過 對那一直自己也有想 但是也有想要環島 可是一方面來說自己沒有足夠的練習 然後二方面也沒有一個機會 一個機會剛好就是像這樣大家朋友出來 或者是家人這邊再開一團 那一直到今年年初大家說 好 要找 我就好 那沒問題 然後二方面來說 當作給我今年的生日禮物 很感謝自己就是願意參加也過來參加 環島的時候可以看到很多美好的事物 台灣其實很美麗 台灣其實很美麗 疫情讓我們更認識了台灣 更認識了台灣 所以我覺得環島是騎腳踏車 是在我個人當中很美好很感動的一件事情 我昨天才跟我老婆視訊 說兩個女兒嘛 她說我可以來一個半環島 然後把時間拉長一點 然後來讓她欣賞美麗的風景 然後在路上吃吃冰 所以我覺得環島帶小孩去 然後來體驗出台灣的美 跟讓她有一種逆境的感覺 讓自己感受更深的一個正向的力量 我覺得是必須的 我身邊有朋友在騎車 然後我自己其實平常也有騎車 然後因為疫情的關係 工作暫時停下來了 所以我覺得想要在趁年輕的時候 然後利用這段工作的空檔 完成這個夢想 因為我們想來一趟閨蜜的環島之旅 因為我們平常都有在騎車 那每個台灣的地方 我們都有分段騎過 想說一次把它玩片這樣子 那出來可以交 就是我們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車友這樣子的共同的興趣 然後我們姐妹們的感情也是越來越好 對 經過這幾天的相處 其實一開始就是我們知道 之前的學校的同學 有參加過這樣一個團隊 覺得很有意義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發現說 大的小的 他們都有很不錯的表現 不單只是說體力上 有時候其實坡度很遠 路程很遠 坡度也很陡 但是他們都能夠堅持去把 該要完成的這個達成 所以我看到小孩的一個進步 也看到小孩的努力跟堅持 我覺得非常感動 讚! 我原本就很想要來環島 然後爸爸就說 如果沒有坐保母車的話 就可以送我一台腳踏車新的 那個售卡我騎上去了 然後呢 同學也有騎上去 所以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很感動啊 其實我是最慢的 就在售卡那邊還有前車 但是就覺得說 在騎腳踏車的路上 其實都是靠自己 但是能夠一起都站在售卡那邊 我也覺得很棒 因為我所言失禮嘛 所以我會放慢速度 然後拉長距離 但是因為有電動車 所以我覺得 就算體力不好的人 也是可以騎著電動車一起穿一下 我們可以借著腳踏車 可以環台 然後接觸台灣的各地的美景 然後各地的小吃 我覺得很開心 對 是一個很棒的旅遊行程 對 這個對COVID-19以後 對我們整個的 步調的調適其實幫忙很大 自從COVID-19以後 其實很多活動都停止了 有能夠參加環島 其實對我們來說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colleges 隆國腳踏車 ggi市 集中遇 ultur jesteśmy 集中遇 們宿州 南島 澳島 我們是 五歲峰台灣 掩某人 的時候 年紀大港 印判 所以我們以後就從此不相往來 因為經過了九天八夜其實是蠻長的時間 然後大家緊密的在一塊生活 我覺得是彼此互相包容 互相體諒 但是也互相吐槽 互相指導跟學習 我今年第五次的基準 美式其實都很辛苦 但是辛苦過後 都是很快樂的一段時光 這五年來我一直看 我們的團隊跟我們的國家台灣 基礎建設未來一進步 希望說大家有機會更來參加這個團島的活動 讓我們更認識一下我們台灣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最影響我的是這些車友大哥們 他們真的很了不起 就是 不會覺得說自己年紀大了 然後就沒有辦法騎完全全了 其中一位白大哥75歲 他就是努力爬完全全 那種很陡很陡的坡 他再累他也是停下來喘一喘 然後繼續爬上去 然後結束完成之後 大家為他鼓勵鼓勵 然後他就也會自己也很開心 自己真的做到了 我覺得那條感動了 對 真的 然後我也覺得就是這些大哥們 他們就是在享受他們的生活 然後讓我 讓我也覺得說就是 人生不一定要工作 就是該玩的時候就放膽玩 那劉董事長劉金哥他講一句話 他說開車太快 走路太慢 這一個 騎腳的時候剛剛好 確實 你們就有時間欣賞東海岸 恭喜大家完成人生必須做的三件事之一 好 反正好 志義務上廣東即高將 敗東即高將 立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